大家好,我是Mojo Froyo 我是上海纽约大学的大三年的学生 我选择来上海的主要原因 至于是学习中文 我在指大学第一个学期 我完全不会说中文 学习中文到中级的水平 是毕业的必备条件 但我开始的是 我从最低的水平开始 初级 初年我逐渐进步了 现在我已经学到了高级了 这个视频是我提莫口友考试的视频 今天我打算解笑一下 我是谁 上海纽约大师学校 最后是实教 全部是中文的 我从纽约来的 纽约做北部 不是纽约市 我是在Ithaca 初生长大的 我感觉一直生活在一个婆婆里 因为我不经常去美国以外的地方旅行或者学习 我感觉静止吃饭 那是新词 我不知道如果是这样 所以我决定了去上海读书 首先我非常紧张 我没有语言能力 也从来没去中国 虽然我很紧张 但我很兴奋 现在我适应了中国生活 并且我感觉很舒服 我想来中国的另一个愿意 是我对学习语言非常感兴趣 最初我想学国际关系 但是我发现这专业不合适我 所以现在我的专业是IMB C'mon guys So creepy IMB是互动媒体和商业 我觉得这个专业对我比较合适 在媒体和商业上有很好的平衡 我喜欢这个专业 因为速度课程是亲身去做的 教你实际的能力 比如扁码 变形实际等等 我想成为一个企业家 所以我喜欢学习商业的方面 和时间技能方面的知识 我现在同时做着两件事 第一个是帮助企业主 进行社交媒体惯例和营销 第二个是在线警示教练 我想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并了解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我想获得更多的社交媒体影响方面的专业经验 所以现在我正在找实习机会 对我而言 IMB是比较灵活的专业 让你在不同的行业都可以申请实习 作为一名新生 很多新生问我 视觉情况怎么样 这里我觉得 视觉情况还行 商业的比较小 我所在的年纪差不多有五百人左右 这样是有点让你容易找朋友 商业的主办很多活动 你可以去那活动中和找朋友 但是我不知道学校的活动怎么样 我不喜欢学校的活动 所以我就不去 当然学校喜欢给我发很多管理 他们的典型邮件 所以我知道他们会举办这些活动的存在 好的 太长了 虽然我不去这些活动 但是我没有问题找朋友们 这方面没问题 做你喜欢的事情 并在哪里 见识朋友 比方说 我喜欢运动 所以我平时去见识房 那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们 Ren是我很好的朋友 Ren 说你好 你好 你好 OK 那我们会采访一些同学们 问他们对这些学校 他们觉得怎么样 来吧 我名字叫Andrea 你呢 我名字是Vivian 我们是纽约的学生 你觉得上海女的大学怎么样 我现在对上海女的大学很满意 我感觉这里的学生很热情 然后我感觉这个校园也是很漂亮 我很喜欢就纽约大学的地点嘛 我觉得就离中心很近 所以就是你想去玩的话 你就可以去直接就是比如说骑警车啊 或者走路去啊 就这旁边都有很多就很好玩的事情 就普希就十分钟就能到 然后一个我不喜欢的是 我就觉得校园有一点点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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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什么名字 我叫周天时 哦 高学生时 我从江英来过大三 大三 大三 对 这么老 嗯 跟差不多 喜欢的是学校的自由度很高 嗯 大家都很包容 有不同的人 学校食堂的菜不太好吃 哈哈 你喜欢我吗 我可以用我的电话 哇 现在我们会打平坡酒 谢谢 哇 我来电话吗 哇 很棒 很棒 是太远了Cane 是去远揭一下吗 是不减二十了啊 木槟 哇 噢 like and subscribe OK Good game Good game 只使NYU说 never mind I'm not doing that one 我也说中文 但是 现在我可以 oh fuck 就是 alright ready oh 我我从美国来的 NYUYA 来来来 来 那是从 成继的 Do I need that? I should preface it though like I just found some random people oh 你好 你好 oh hey oh hey oh hey hey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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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not a smooth smooth one 想纽大 主办很多活动 你可以去那些活动 中 和交朋友 what are you doing? he我对不过 云 i an 我 p